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其实就像刚才几个朋友讲的 真的是中国大陆目前的就是基层的一些管理人员 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是时代的关系吧 有很多人都是在60年70年那一代的人 他们的一些惯性的思维和他们一些做事的方式 特别是70年的70年他经历了改革开放 然后其实他也多的少少受到一些 比如说就是早期的那些官僚主义 包括那些的影响比较深的 反倒是80后这一批慢慢会稍微务实一点 我觉得8090会更务实一点 就是我的直系的爷爷亲爷爷 包括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在疫情期间去世的 除了我外婆本来一直受到癌症的这个影响 可能当时就确实是就是病逝的 我的外公 我的亲爷爷 其实都是可以这个解决的问题 都是因为疫情耽误了 是因为防疫是不是 导致耽误就疫 对就因为防疫耽误了 就是我外公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可以形容一下吗 具体的事情 我外公的这个身体一直非常好 老人80几岁了 就是晚上自己喝个一两二两酒 没有任何问题 身体一直都非常好 然后当然我外婆生命那段时间 可能给他一些就是身体影响啊 然后就身体稍微差一点 那段时间因为老年人嘛 有点这个老年的肺病是很正常的嘛 然后他当时就去医院 去了三次 那个那个老家的那个县城的 就是地级县级室吧 都不收 医院不收赶回去 因为觉得好像还在喘气没问题 然后已经人已经是 整个人相对就是脸已经就是失去血色了 才让送进去 然后进去之后不让家里的人去陪 一个80多岁的老人 严重的肺病感染进去治疗 不让家人陪 当时还是过年期间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那不现实吗 那我整个外公从进去医院到去世 只隔了一天半时间 因为我当时不在场 我妈妈说的时候就说 我外公坐在那里一口血喷出来 人就走掉了 就感觉是憋死的 就是憋死的 然后我爷爷 他是就是就医 如果能够顺利就医 就没有事情了 开始的时候只是咳嗽 没怎么样 OK 咳嗽拖了一个对象棋 去了三次医院 医院不管不收 那最后的死因有查出来吗 还是 就是肺部感染啊 OK 但不是新冠啊 不是新冠啊 因为老人嘛 冬天东北老人基本不下楼的 OK 对吧 基本不下楼的 也不接触什么外国人 买菜都是我姨在那里 不去买菜都不基础人的 嗯嗯 然后这是我外公 然后隔了不到两 三个月吧 大概三个月 我爷爷同样是 有一点老年病 而且我爷爷连烟都不抽 嗯 就是常年就肺部稍微有一点问题 嗯 去医院 嗯 一个星期 也是不让去 然后就 因为我爷爷当时是我父母都没有办法回去 我们我爷爷家是在另外一个 很偏僻的黑龙江的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小县城里面 嗯 但是那个地方因为 可能离边境比较近的话 疫情特别严重 嗯 重灾区那个时候 嗯 然后我父母想回去都回不去 就高速公路 他在那拦着你不让进 嗯 然后后来我爷爷是住院一个星期 也是不让有人进去看护 我一个星期去世了 嗯 然后我的我父母啊 我的三叔啊 我的姑姑啊 他们都是从各地开车赶回去 上午八点多 就到那边了 然后等到晚上八点半才进得了那个县城 嗯 然后就这两个老人就是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外公外婆爷爷三个老人陆续全部去世 嗯 就当时给我给我妈妈的身体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嗯 就整个我妈那一年多整个身体状况都非常差 嗯 然后我自己已经是今年我估计今年也够呛 应该是三年都没回家过的年了 哦 你 你加今年吧 今年就不算今年就两年 OKOK 我估计今年也够呛 嗯 啊 那这个我去年已经买了27号的票要回老家 你是说然后27号 好 1月27号 然后 嗯 对对对 然后反正就大概是呃 蜡月27反正就离过年 OKOKOK 蜡月27 OK好好好 OK 对 你这样讲就明白 然后这个早晚好了 然后没问题 就在我26号公司年会 嗯 开完之后 正好隔天就走嘛 嗯 当天晚上1点半航空公司给我打电话 航班取消 因为杭州疫情爆发 所有航班都停掉 哦 这还好嘛 然后我这还好没回去 嗯 我爸爸的这个同学的儿子也是杭州的 嗯 也是杭州的 嗯 他25号24号就回去了 嗯 然后蜡月29又被赶回来 赶回来 对被赶回了杭州 不让你在那边待 你要在那边待的话 你听我讲怎么隔离 不是说你在家居家隔离 嗯 是你全家的人都出去 你自己在隔离 人我打那个市长热线回去 不是说哎 不让你回去 不让你回去 没有说人家说你可以回来 回来之后隔离 隔离14天 然后怎么隔离呢 我说那我居家隔离 行嘛 嗯 你家里的人出去 你自己在家待着 那为什么不你自己去旅馆隔离 你要你家人出去 我就问同样的问题 我也问同样的问题 嗯 那他怎么说 人家就说这么规定的 这 这 你就 这很奇怪你知道吗 那你家10个人 那你一个人 那哪有这种事 对对对 对对对 很奇怪 很奇怪不 然后我们那边 我听说就我们那边一些厂区的 直接门口焊上钢条 在三楼拿个框 每天在上面给你送送吃的 哦 好了到今年了 今年那边大爆发 8月份还是9月份的时候我忘记了 你说哪边大爆发 小区 应该就应付上一搜嘛 奥隆小区 一搜 你不用讲那么清楚了 然后当时狠到什么程度 就是因为我们家那里 那一片全部都是众议区 就周围全都是感染区 我们家那个这个小区被病毒符号所包围 然后小区里面不让进不让出 这就好了 小区里面三四栋楼的人全部被拉走隔离 还好我们家那栋楼没有被拉走隔离 嗯 然后 很多 就有几个老人生病了 老太太 老太太生病了 要送到医院去不让出 嗯 最后死在家里 待了三天 停了三天 还出不去 是哦 我们家对面那个小区 那个小区为什么暴动 没饭吃啊 很多年轻人不是 不是这个家里 这个怎么讲的 家里存了很多 像我们家还好 老年人吧 家里和很多冻箱里存了很多存货 嗯 所以吃这方面还没有任何问题 嗯 那有些年轻人家里有两三天的存货呀 那两三天之后怎么办 没得吃啊 嗯 用油泡饭都没得吃 那只能去冲出去买东西 那就所谓的暴动了 嗯 嗯 这个有时候我看到 比如说我在编故事 你自己到那个YouTube上面搜一搜 我刚才已经提了小区的名字了 编故事 我感觉很奇怪 我们的网友就是说什么都是编故事 但没关系 你不要用网友了 好了 那现在到现在 已经三个月的 相信三个月的时间了 应该来讲 那么疫情早过去了吧 嗯 依然没有 没有过去吗 疫情还是怎么样 我们那个城市现在是怎样 就是你可以出去 嗯 但是你回不来 嗯 为什么 不非你的 啊 就是不让你回来啊 除非你的户口本上面是本地人 你可以回来 回来之后直接拉去隔离七天 啊 没有任何理由 现在我们那边小区 没有看什么黄马 什么那些吗 没有 没有没有 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就反正你只要外电 你回去就先隔离七天 这样 啊对 就是 啊 就是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旁边隔壁那个市爆发了 就黑龙江现在 呃 哈尔滨啊 包括很多地方这个都是 都是那个爆发的 嗯 都是那个什么 但是我们那个城市 因为已经静没了两个月了快 嗯 所以说我们那城市其实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还是一样 我那天那个就这段期间里我就是我叫我应该叫三老爷就是我老爷的弟弟嗯啊也去世了然后我妈妈我妈妈想回去奔丧出去嗯然后我的堂妹堂妹结婚嗯他们也出不去嗯哦对吧你而且你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一起比如说我妈我爸一起出去了然后他们开车再回来因为他们本地人嘛你也能让我回来两人隔离也行一起隔离 我自己俩一起隔离七天卖反正对吧嗯不行 而是必须分开还必须去酒店还自飞嗯 嗯 就很哎呀我就觉得就当时我爸这个跟那个他们那个有爸同学是在市政府就是工作的嘛然后他们我爸已经几个天退休了因为身体不太好就就早退了嗯 然后前两天他说他跟他们是宣传委的人吃饭就说这个现在这个新的市长啊很年轻啊市委书记嗯年轻四十多岁但是人呢就比较自私就比较自也不跟下属去太多沟通嗯然后也不会考虑老百姓他们对这个就群众他们这个就机关内部吧对这个市长都不是很满意就很讨厌这个市长嗯OKOK啊就就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都我当时打那个我要回家的时候很气嘛 我们本来已经收招行李第二天就要走的一点多不让我回去嗯我打市长热线我跟市长热线那个那接电话那大姐一顿一通抱怨那个大姐叹了回去说哎呀说小伙子我其实也理解我只能听你抱怨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嗯嗯这大姐一句话给我也弄没脾气了嗯嗯嗯就对我感触比较深的呢是上个周末嗯上周末我去隔壁宁波去看我一个朋友嗯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肯定都每天都做核酸的嘛嗯肯定 我每天都做的嘛当然当地要求是三天嘛但是你要坐高铁的话你要48小时核酸嗯嗯下午做的核酸我正常是显示的我是24小时之内已经做过核酸的了对 他依然不让我上车为什么他要说等核酸报告出来我说我在之前都是呃这个4824就三天之内有做核酸如果我有什么任何情况那情况的话那我肯定是黄马或者红马啊嗯对吧我也没有去其他的任何就除了杭州浙江省内我没有出的嗯那为什么呢他说我不管啊规定了48小时内核酸嗯我说我做了呀他说你报告没出 那我这48小时之前的上一份核酸也是合格的那不行你这份没出哦当时就跟我一起大概有三个人有个大姐啊嗯就直接崩溃了跟门口那人吵起来他骂说我孩子都三岁了疫情还没结束你们这么管有什么用就崩溃在那里哭嘛哦然后那个门口那两个一个大姐一个大哥就挡着的高铁站门口的人家其实也无奈人家说我们也是打工的嗯对吧我们也只能执行这个东西我也没办法放你进去嗯嗯嗯 那其实你说谁错了吗大哥错了吗没错大姐错了吗也没错嗯就是你在现在这种整个范围之内没有就是你连续性的方式去管制的时候你一点没有就人性的或者变通的方式什么都是一刀切嗯我就觉得这个之前我有说啊这个就扯远了就说上次我给这个中共的这个其他的执政我打就是60分板我打58分嘛嗯 就是差两分及格嘛嗯就是很多人觉得啊有什么让这个中国14纪人都有饭吃哎呀包括扶贫包括什么什么的嗯在我而言他作为一个合格的政府能让我有资格去给他打分他起码要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不能让你的老百姓大部分还处在饥寒交付的情况下你这才是一个合格政府有资格称为一个政府嗯的一个资格嘛这并不是怎么讲并不是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工具你一个政府你连这个 做不到你有什么资格来当一个政府啊嗯嗯那OK那今天今天我不是说新冠的管制不对但是你整个基层整个层层加码我这个层层加码我跟你讲在我们家那边就是非常非常明显二十大之前嗯那个时候我们老家那边还没有清零嗯啊那时候一千多例两千例确诊小城市嗯两百万人的小城市挺严重的了嗯啊那时候马上 那时候开二十大啊那怎么办直接省呃省里派任务我们省啊这个给大庆给给我们这个市呃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内清零就没有新增了嘛嗯确诊还有但没新增了嘛嗯啊好那你市到区啊三天之内啊没有新增区区到各个小区区尾就各个小区嘛街道啊那是不是要当天没有清零啊 没有新增啊你这这就根本就脱离实际了嘛嗯嗯不是说防疫不对而是中国的这个层层的这种就是官僚系统啊嗯嗯层层加码没有办法去执行你上面所定的这种方针或者想做到这个情况嗯嗯如果我是市长我今天我是市长我一刀切 可能让很多老百姓民不聊生嗯但是不会疫情大大的降级了日情疫情大概率的扩散保住了我的乌纱也不会出现大面积的死人嗯嗯嗯对吧对那你说我是市长我怎么选择嗯嗯我还看到很多这个在这个因为我自己养宠物我看到很多这个就是那种大白啊嗯冲到那种隔离区家里把狗狗猫猫套走到楼下摔死哎呦真的假的你有看到 你自己抖音区去搜啊这没有被封的抖音上的很多这抖音区可以送给我的不是我瞎说的真的啊为什么要摔死他们 这是视频这是那帮那个那个就养宠物的人家里录的视频嗯那那摔死狗猫是干嘛的不是见我一个两个对那那为什么我不懂啊我不懂为什么呀嗯嗯我觉得那狗你如果说把人我觉得猫猫狗狗在家里你放租粮食 嗯反正水的话他撑个十几二十天应该没问题的对啊对啊对啊那你主人在里面封了14天之后出来了嗯好那你起码狗你把家里搞的一团糟到处拉屎那狗还是活着的呀对对对那你干嘛把他套走到一楼下摔死呢嗯嗯嗯然后还有很多我看到很多大白半夜就是有的人家里就是他其实在家里他不想出去被隔离 假装家里没人嗯那大白晚上半夜两三点去拿那个那个锤头啊高跟鞋去砸他们OK啊反正就是因为层层加码嗯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就是我当时在国外的时候有有学设计就去报设计俱乐部去玩嘛嗯那教练跟我讲说你的枪口向上抬嗯呃一厘米嗯你的子弹跟你的这个可能要就要差十米二十米就差很远嗯嗯对对对嗯 就是这个道理那上面的可能就是说的他想做这种那层层层层加码等加到了最基层的那一个嗯就像我说的外面上面可能是你这个月清零嗯你加到这个街道可能就是当天清零嗯嗯嗯那我们很多基层这些人他还是70后60后70后特别是70后很多嗯基层的70后很多他们还没有像就是8090这些习惯 还是思想停留在一些官僚体系呀本本主义我不知道本本主义这个词你能不能知道什么意思我大概知道我知道意思啊教条主义吗类似官僚了类似官僚体系哎就教条主义嗯很官僚那种感觉嗯依然依然还是就这种情况非常也就是说你的治理没有办法达到你想预期的效果而是反倒起到很大的反效果嗯 嗯嗯你现在这个就包括对我个人的就是比如说收入的影响你更不用讲了我去年这个时候呃不要太想到现在哎呀就是十倍二十倍的收入的差别嗯嗯嗯嗯但是我不知道解封之后会好还是会怎样你现在墙外很多人说就是开始因为包括今天嘛今天我看抖音也在推送就是他现在就是新冠被定义为一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说会自愈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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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不用怕他那个是振州还想看他多久会被封哎一天天两天时间了依然没有被封是啊是啊嗯那这应该就是可能在试水吧嗯嗯那如果说放开的话也不见得会得到我们想要那个效果就是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慢慢慢慢慢慢从从放开的话还好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我们该损失的 都损失了嗯包括呃亲人嗯包括这个事业嗯你现在解开了之后他回不来的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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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生意你知道就是你累积三年五年之后他可能慢慢慢慢爆发好了嗯但是你把它再掐死不是说今天掐死明天又恢复到你累积三年五年那个那个样子嗯我知道那个熊哥不好意思我追问一下因为我看有很多网友在质疑啊他们在质疑你的行业为什么会差到十倍二十倍因为疫情的关系请问您大概 因为我的行业需要需要需要这个人流就是我需要到全各地人到我这里来招商嘛嗯嗯好需要人流比如说我对我要我要招商我比如说呃我现在开招商会嗯那我可能我的产展销会比如说我的新产品或者我的新加盟嗯我我需要这些人到我这里来开会啊没错嗯需要人流的行业了哦没错人不能来啊山顶黄了福建黄了广州黄了东北黄了 嗯就算成都那边人没黄他敢来吗那的确差很多了没错了啊需要人流的行业我本来一场会给我两百人三百人来开会最少的时候多的时候两千人的会我都可以开是是好你现在五十人当地人五十人凑凑凑凑都不见得凑得上嗯嗯那怎么可能对我这没影响呢嗯嗯那我们做零售的你终端零售老百姓已经不出门了嗯不去街上买东西了嗯那那谁去做代理商呢嗯 嗯嗯好OK对吧这很简单的道理嘛嗯好那我刚才接着说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他即将可能要慢慢慢慢放开的话嗯喂喂熊哥熊哥你妈怎么样或者反复而来的就是你刚才卖断了一下你刚才卖断了一下他即将可能要放开然后呢 我说呢他再次带来的情况也不见得是乐观的嗯因为你这样的情况会带来大面积的感染嗯嗯就像刚才那个老哥说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都是故事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就是事故了嗯嗯嗯嗯那你怎么知道放开了之后我们身边年纪大的老人我就很担心我的父母啊因为我父母现在年纪也大了嗯虽然退休了嗯但是就身体都不太好嗯高血压呀 什么血脂心脑血管疾病因为东北老人一般都会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嗯那如果放开了之后那老人一旦感染了的话那他的病重以及他的这个危险形式比年轻人要高很多很多的是是那我也担心呢嗯那如果真的放开了万一我的父母感染了怎么办那你知道你是希望开还是不开呢我很矛盾我真的不知道杰克嗯嗯嗯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很矛盾嗯啊我相信可能政府也很矛盾无论这个一刀切的清零还是说慢慢放开这个没有对与错的政策没有对与错的杰克那你个人你个人现在我当然我个人还是觉得有规划的逐步的放开嗯好OK你可以躺你不要一下子躺所以其实你可以斜躺不要躺平 所以其实你最complaint的倒不是说这个政策应该应该清零还是共存啊而是说在执行面上面实在太太不行了你主要是针对执行是基层的一些官僚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官位和为了简单嗯嗯嗯你主要针对执行啊这种一刀切这种事啊好OKOK那好了那现在是11月份离过年还有两个月对吧 一月一月份过年吧还有两个多月嗯那你觉得你如果你是东北北方那边的市长或者领导的话哎反正我他妈已经封了两个三个月了离过年这段时间一起直接一直封到底算了嗯没错吧很高的可能性啊官僚大概率我今年可能又回不去家了对我大概率今年可能又回不去家过年了在之前啊我一直劝我父母把老家因为我在山东那边给他们买了一个新的养老的房子嘛嗯 嗯然后我就劝他们说东北那边现在经济也不好嗯然后呢呃房价一直在跌嗯我说咱家现在这个房子呢还能卖了嗯还能卖点钱嗯我说你们不如把咱家现在房子卖掉了嗯然后这个钱你们留着嗯对吧留着随便你干嘛然后去山东去住就不要住东北了是吧嗯不要住东北了嘛然后我之前我妈我爸还有点就乡土的这种感觉吗嗯对不对就觉得哎呀去了这边就是还是没有家的感觉 是现在我妈我爸都斩钉斩钉截铁的决定疫情一旦结束马上卖了房子去装修不在那住了被被防疫弄怕了哦就被这个城市弄怕了就不是说全中国都这样嗯你像我们在南方很多城市并不这样啊嗯没有这么一刀切得这么狠啊嗯所以其实每个地方差异还是很大啦就当地管理非常大东北西北这种就比较相对落后的地方官僚机构也好嗯 人人人就有句话说都要投资不过山海关嗯嗯嗯嗯东北穷是有穷的原因的我虽然是东北人但是对于那边的官僚系统的臃肿官僚系统的懒症堕症嗯你想做一个生意办一个事情办一个症的那么麻烦嗯哎呀真有体会嗯嗯嗯好了解了解好那那非常谢谢这个东北的这位熊哥你的分享分享你的亲身经验啊好 好那好谢谢你小熊哥好谢谢谢谢好OK好拜拜拜拜好来我来谢谢这个YT的斗内啊来谢谢JhomeChain你这家伙传直销就传直销什么招商行业每次都五十一百两百不是招商割酒菜是啥也好这样你不会去害别人哦另外啊真开放后医疗崩溃会会是很多人我相信 也有你的话讲政府防疫不利压不下又害我不能开传直销大会到时候打分数就给二十分了人家没有说他是传直销啊你干嘛说他是传直销哦来天燕六支持防疫但不要妨碍到我这种思想就别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了放开一时爽轮到你就死就爽不起来英国现在周感染二十多万死亡六百多体验一下不说现实不现实最大理想就是别人都被控自己不被控 好easyme年轻人一样受损脑子受损常新冠工作能力受损看美帝就最明显失业率很低干活的人很多但是人感觉还是不够工资被迫涨涨涨来招人美国cpi不停的涨啊就是说人人的那个效率就变差了啊好来下一位哦 好 好